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想投资的并不是是一辆车 而是整个的一个公司的发展 是这样的吗 对 那我要说的是 如果按照您这个思路走的话 那我们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 它是不是要有长远的规划 是不是要有责权利的明确的分工 是不是要有利润的合理的分配 那这些你们都没有 包括你自己也没有想到 那还有一点我要提示您的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公司来经营的话 那一定是公司的整体利益 是大于个人利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和美满哪来的小和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在整个过程的发展当中 我看到的是 您双方都是把个人的利益 是凌驾于公司的整理利益之上 第一个 您是投资了七十万 但是整个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您并没有去亲力亲为 那第二个就是当您看到小杨 那这一家买房买车的时候 您这个时候突然觉得 哦 是不是有赚钱了 但是我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 也就是说您对结果关注的 比整个公司经营的过程 要注重的多 那我要说的是 投资有风险 那当年您在投资七十万的时候 没有说我投资我就一定要赚钱啊 当然我也要说这个老杨先生 我们不可否认 你们也许你们之前的定位是 他投的七十万呢 只是为了那第一台车是这样的吗 这是你们的划分 但是我们说到整个后续的发展 它是个连续的过程 确实没有第一辆车 可能就没有后续的发展 我相信你们两位呢 不会否认 所以投资了第二辆车 你们给了它合理的一些分配 那但是第三辆 第四辆 第五辆 我觉得如果是共同合资的话 那你们在投资 至少要问一下他 你要不要去追加投资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工作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我同样的觉得 你们也没有考虑公司的整理利益 而是更多考虑个人的利益 那到现在来说的话呢 我想回过头来 说老杨先生之前谈的一句话 您之前说了 不信任就不会有合作 我也想要又回归到源头 就是当初这个刘先生 能够投资70万 这不是随随便便 谁能拿出来的 对不对 而且他都可以不问不问 那前提是什么 也是对你们有充分的信任 所以你们的基础是在于信任 不信任就不会有合作 那到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些纠纷 那我想双方都有责任 因为你们没有白子黑子 你就是寻求法律的 这样一个依据和保护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是有限的 还要回过头来 就是最后要摸着自己的良心 我觉得世间的生意 万般都有 不仅仅是这一回了 但是清醒只有这么一次 那我也能看到你的夫人 还有你的夫人 他们都声泪俱下 他们真的是不希望 这样一个生意的纠纷 能影响到两家亲戚的走动 而且如果是这个矛盾 没有处理好的话 可能影响到还有后续 有很多不良的因素 所以你们慎重